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将来学习在ES6当中 关于字符串又提供了哪些新的特性 首先第一个,字符串的unicode表示法 我们直接看代码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叫做2-17 应该是第17个例子了吧 然后在入口文件里面把这个17给它引入进来 首先什么叫做unicode 大家看,unicode 它其实是一种关于字符的表示法 在它这个unicode的字符表示法里面 定义了当前一些主流语言当中用到的一些字符 比如说包括中文或者欧洲一些语言等等 另外还包括一些标点符号 特殊字符,表情符号等等 所以通过unicode就可以表示一些字符 在ES6当中 其实是加强了对于unicode这种字符的一种支持 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大家看,-u,然后XXXX -u就表示当前是一个unicode的一个字符 后面这四位表示的是unicode的码点 给它写一下,叫做码点 然后呢,这个码点其实是有曲直范围的 这个码点曲直范围其实是从 0000到 这是它的曲直范围 一旦要是超出当前这个曲直范围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两个字节去表示 比如说大家看我pvc当中有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字 这个字呢,叫做吉 这个字呢和吉祥的吉或者吉林的吉呢 读音是一样的,但是写法不一样 吉祥的吉上面是不是一个是,叠着是个口 而这个呢,上面是一个图,叠着是个口 其实我们可以搜索一下 比如说我们打开百度 然后呢,我们在百度当中搜索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其实在我的输入法里面 我也没有打算完啊 所以这个字呢,其实也是我加工的 大家看,我们找一个吧,第一个 当然这个字啊,它念作吉 同吉祥的吉 它其实是吉祥的一个异形字啊 大家看,它对应的unicode的码是多少 是不是20BB7 这就是它所对应的unicode的码 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字符都会有一个unicode的码 但是大家看啊,它这个字符 我把它看到这边 这个字,所对应的unicode的码是这个 你们发现,其实这个字符的大小 其实已经超出了当前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这样的话,会被解析成什么呢 大家看啊,比如说我们在百度一个unicode 回车 有一些工具啊,可以自动的把它转化成一些 我们能认识的字符啊 大家看,比如说我把这个 想下面一下是-u啊 然后呢,我把它粘贴到这边 然后呢,下面有个按钮 叫做unicode的转中文 点击以后,你看它转化成什么 大家会发现,它转化成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字符 又加一个7 正常情况下,它对应的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级这个字吗 你怎么转化成这样的呢 给大家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啊 大家仔细看 刚才我说过 其实,码点的取值范围是不是从4个0到4个f 但是当前这个字是不是已经超出了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呢,其实当js就解析这个字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字去理解成是这样的 -u,然后呢,20BB,然后加起 然后呢,前面这个就会转移成这样一个不认识的符号 然后后面的7呢,就会转化成7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码点就会被错误的转化成这样的 这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在eicode里面呢,对于码点超出的这个范围的 其实,它提出了一些改进 可以这样表示,用-u,然后呢,大括号 在大括号里面,我们把这个对应的码点的值写进去 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取值范围就不仅局限于当前这个范围内了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u,大括号里面是码点的方式 去表示一个超出当前这样一个范围的一个eicode的码 再比如说,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再写一个这样 00,然后呢,41 我们看看这个码点,所对应的值是什么 我们呢,点击一下,转换 大家看,它是不是会转化成一个字母a 所以呢,其实关于a 如果我们当前eicode的表示方法的话 也可以这样,通过-u,大括号 比如说41 这个呢,就能够表示出一个a 所以其实,在eicode里面 如果你想去表示一个 用-u的码的话,那么其实 你只要都通过大括号里面前码点 就可以,因为只要你加上大括号以后 那么,它就取值范围 是不是就被扩大了 这个呢,其实就是es6 对于unicode的所做出的一些改进 另外呢,我们再看 关于这种改进啊,其实 还有一个应用 大家看,我们现在呢 可以用多种方式 去表示出一个字符 比如说,我们先前表示当前 这样一个z 大家可以看啊 然后呢,其实 正常这个z 当然这边说微量e嘛,对吧 我们应该表示的是一个 这么串的z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输出当前引号的斜杠z和 z是否相等 什么叫斜杠 其实正常情况下 在gs的字符串里面 这种反斜杠,它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 比如说,杠n表示换行 杠r表示挥车 杠t表示质表符 但是其实杠z 它什么也不表示啊 所以呢,这种非特殊字符 前面的反斜杠 其实会被忽略掉 所以大家看 代码这7行 相当于会返回一个处 这是第一种表示方式 我们再看下一个 比如说大家看 我们再换一个 杠172 我们先看结果 大家看 这边是不是报错啊 什么错误 当前这种方式是不是在 严格模仁上并不支持 这是因为 当前我们wipack 把它去打过边译以后呢 它其实会有个严格模式啊 所以这个语法呢 我直接在 浏览器里面 给大家去看啊 大家看 我呢,直接在这边 输出 我们看它是否相等 大家可以看 回撤 你们发现 它们两个是相等的 这个呢 其实相等于什么 如果我们 再 大家先来写个注释吧 如果呢 当前反斜杠 后面对应的是 三个 八进制的数 那么 它就表示一个字符 比如说 大家看这样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再写 大家看这边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斜杠 172.2 3 大家看它反回的 是不是也是Z 对吧 所以说 这个后面的三位处 表示是个八进制的数 它呢 也能够表示一个字符 这是不第二种方式 大家看它第三种啊 比如说 像这样 我们判断一下 斜杠 X7A 是不是等于当前这样一个Z 是不是也能够返回数 那当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斜杠 X 然后呢 后面如果跟这是两位数的话 这两位数呢 表示是一个16进制的数 那么斜杠 X加两个16进制的数 它也能够表示出一个字符 后面这两个16进制的数呢 它其实也表示 unicode的码点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使用了 一种方式 两种方式 三种方式 去表示一个字符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斜杠 X7A 去表示当成这个Z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处处一下 大家看 我们在这边 一不我从这边就刷新了 是不是 大家看 点R 2 3 你能发现 它是不是也返回一个Z 对吧 所以它是相等的 这个呢 应该算是第四种表现形式吧 第一种应该是什么 就是如果直接是个Z嘛 对吧 这是不是就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带斜杠的 第三种呢 是斜杠 后面跟着三个八进制的数 第四个呢 是斜杠X 后面跟着两个16进制的数 我们再看 第五种 刚才我们是不是讲了 这种杠U的形式 大家看 比如说 我们在这边去 斜杠U 然后呢 Z对应的码点 其实是007A 我们看 它跟这样一个Z 是不是相等呢 大家看 小写Z啊 是不是也是一个处 所以说 这个又是一种 的实施方法 这是刚刚讲过的 对吧 然后刚刚我们是不是讲过 在ES6里面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杠U 然后大过号 直接写个7A 它呢 其实跟我们的Z 也是相等的 发生这点啊 比如说 我们判断一下 它和 三个等号吧 小Z 你发现 它也是相等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去表示字符 一共有6种方式 这些上面的知识呢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可能在项目里面 几乎很少用到啊 所以呢 大家都会了解 如果有一天 在你的项目里面 需要用到 UNICO的表示的话 那么 你可以再回过头 再复习一下 我当前这个视频 你就能明白它什么意思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新特性 字符串的便利器接口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一种循环的方式 叫做Full Off 其实它后面 只要是一个这种 可便利的这种数据 就可以 比如说 对于字符串 字符串的话 是不是也是可便利的 比如说 我想便利这个IMOKE 然后呢 我们进一个ITEM 我们在下面 输出当前这样一个 ITEM 打开结果 是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字符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Full Off 去便利一个 这样的字符串 因为字符串呢 也是可便利的啊 下一个 模板字符串 这个是ES6当中 关于字符串扩展的重点知识 重点知识 这是重点知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这个在项目当中 用的非常多 叫做模板字符串 下面呢 我们想一下 关于模板字符串 什么是模板字符串呢 我先讲一些 用场景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STR 然后呢 比如说STR1吧 它表示一个普通字符串 在JS6当中 我们是不是用单引号 或者双引号 去表示一个普通字符串 当然 正常情况下 在JS6当中 单引号双引号 我们是不做区分的 比如说我现在 任意打一堆的文字 比如说 大注意 我是随便打的 并没有实际含义啊 这样一个很长字符串 然后呢 我现在想把这很长字符串 进行换行显示 怎么换行 大家想一想 换行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 敲回车 在这边 敲回车 大家想一想 我一敲回车以后 当前是不是报错了 因为 如果你要换行显示的话 每一行 是不是都应该 带一个引号 应该是英文的引号 然后呢 是不是还应该有个加号 在拼接上这个引号 再加上 当前这样一个引号 这样的话 当我输出 当前这个STR1的时候 但你注意啊 这时候输出 其实并不会输出换行了 是不是还是 这么显示 如果换行怎么办 我说不就手动加一个-N 大家看 每行结束 我说不应该加一个-N 表示换行 这时候输出的 大家看 是不是在这个S换行 在这个法换行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场景 我们经常遇到很长的字符串 需要换行的时候 我们呢 在原来的话 需要用这种方式 我们再看 比如说 我们还有第二种情况 经常情况下啊 字符串当中有变量 或者说 字符串之中 会有一些模式计算 怎么办 大家看 比如说我定一个A 比如说等于20 我呢 再定一个B 比如说等于14 我再定一个C 比如说它叫做S 大家看 然后呢 我再定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StR2 它等于什么呢 大家看 我的年龄是 大家注意 当天我的年龄 我希望是20加14 等于34 那你说这边怎么办 我可以这样写吗 A加B 我先这么洗啊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然后大家看 我再拼接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 逗号 然后呢 我 再 讲 在讲什么呢 在讲当前这样一个C C是会表示我的ES 对吧 然后呢 我输出StR 我问大家 我年龄是 会显示出多少呢 大家一起看结果哦 代码这31号 你们发现 我年龄是2014 这很显然不对嘛 对不对 我希望的是20加14等于34 但是他却把它当作字符串去拼接了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在这边加一个括号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提高运线级 他们两个会以Number形式的方式去 先去进行加法 对吧 OK 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就是当我们在字符串里面 如果有一些 模拟 或者说一些被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也要通过很麻烦的方式 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拼接 其实如果真的很长 我们经常会拼错啊 那其实对于这些应用场景呢 对于ES6里面的模板字符串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叫模板字符串呢 大家看 比如说对于第一个应用场景 我现在这样啊 我再定一个 比如说叫SDR 刚才是2 我们再定一个叫做3 大家看 然后呢 我把这些都给他 保证回去 就是我把刚才 我们拼接的这些字符串呢 我们都给他 真的 变成一个最初字符串啊 大家注意 什么叫做模板字符串 模板字符串呢 就是我们使用反引号 去代替普通字符串当中的 双引号 或者是单引号 什么是反引号 大家现在需要低下头 去看你的键盘 在键盘的左上角 是不是有一个1 这样一个按钮 在1的左边 是不是有个帮方线 跟帮方线一起的这个按钮 下面那个小点 我们就叫做反引号 在ESC的下面啊 大家一定要找到这个按钮 就这个叫做反引号 然后呢 模板字符串 其实使用的是这个反引号 大家看 1左边那个按钮啊 按一下 然后呢 以反引号开始和结束 这时候 叫做模板字符串 那它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 我还想来词这个 换面换行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字 直接撬回车 然后在法后面换行 直接撬回车 这时候我输出SK23 大家看结果 有没有发现 跟上面是一样的 这时候 对于这种多行 字符串的这种换行 有没有发现 会简单很多 我们不用再去加号 一行一行的拼接 也不用在后面 去手动的加一个 杠原去换行 只要你在这边撬回车 它自动就能换行 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简单很多 另外啊 再讲个场景 比如说我们在 订了一个RSTR4 经常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可能需要在 我们的ES当中 去手动的 拼接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表示的是一个 LTML结构 大家看 如果我用模板 字符串的话 就会简单很多 比如说 我当前有一个UL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UL的结束 在里面呢 可能有LI 这边呢 是LI的结束 比如说 小结束啊 比如说三个 然后呢 分表是 一二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